一个优秀的企业在座所有的企业家 你们今天已经有了规模了 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如果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性的打击 天灾人祸的打击 你这个企业是没有经过抗击的 是不值钱的 经历过抗争的企业 才会建立起强大的文化 组织和人才 一个企业很重要是抗击打能力 就像一个拳击运动员一样 抗击打能力越强 也是非常之关键 像我们这种企业 真的是从19年来 别人看你们很幸运 其实我们所受到的打击 比一般普通企业40年还要多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只觉得经济形势 现在确实不好 而且这个不好的时间 会比大家想象的要长 我们永远要把不好的时间 想得长一点 想得远一点 想得更糟糕一点 这才叫自信 自信不是说明天就会好 自信是明天不好我也得活下去 中美贸易的冲突 我们今天的转型升级的方向 各个企业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 内部增长的挑战和外部的竞争的压力 我自己觉得未来几年 包括人家现在全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形势会不好 但不好也会有好企业 好也有很多烂企业 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不好 不好的时候该做不好应该做的事情 我去年提醒所有企业 未来几年少做事 做好事 做快乐的事 就是做企业 你在形势不好的时候 千万别觉得机会来了 不要捞福财 这些是基本的道理 我觉得就像我说 我给去昨天在云西大会 我给很多企业创业者一个建议 就一个故事 一个三个孩子出去 下大雨 暴风一马上来 爸爸说你们三个孩子 把那个东西给我带回来 老大身上穿戴整齐 所有的鱼鱼匹都穿得非常好出去 老二有个大雨伞 老三什么都没有 结果下午这三个儿子都回来了 老大腿酸断了 老二腰摔坏了 老三什么东西都没有人 把东西带了回来 你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吗 因为老大说 我穿戴整齐 我装备优秀 看见风浪我就赶走 结果腿断了 老二有个大雨伞 觉得没问题 回来腰断 老三说我啥也没有 我就找了个洞躲了一下 暴风雨总会过去的 然后他把东西带了回来 做企业一定是这么去思考 好又好的做法 坏又坏的做法 关键是我们怎么把握自己 你今天对中美贸易很生气 中美贸易的摩擦 还是这句话 大家要有二十年的思想准备 他强任他强 月亮照大疆 做好自己 你今天骂愤怒 究竟没有用 特朗普听不见 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活 你也改变不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每个人想好自己 你就不会那么多烦躁 你困难 你的对手比你更困难 所以你想明白这些 就会冷静下来 人家你资金困难 别人资金也困难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收拾好 少做点事 做好事 做对的事情 这就会有机会